少年时期的金基德导演由于家境的贫困走上了社会 通过自力更生 金基德远离了文化生活 看遍了社会底层劳动者的艰辛 金基德看待世界的观点 形成是与他自己的经历密切相关的 他的电影《收件人不想》中 对父亲的称呼和他幼年的经历相似 电影《长诗日记》中 使他亲眼目睹了海上老使者的真实的生活而创造 《盛商》一片中描绘的清细团 是金基德青少年时期生活过的地方 金基德整日在那个工业基地里围着机器 辛劳的工作维持着生计 在那样的环境中 金基德看清了底层贫穷人之间的人性 这些照年